现场道士口中念念有词 捐寻古礼进行祈福仪式 南岗福建宫经过两年时间 在12月底已经完成改建 庙方为此悬在良城吉时 举办安荣泄土仪式 包吻地方代表以及三百姓众都前往见证 包吊乌孙 奥买平安 三百一百 佛建宗是我们本里 我们公廟大家公家的 就是有钱出钱有钱就出钱 把这个政権这个规定给它完成 本队是我们的廟有较低 我们政権就是比我们相平 社会经的较高 而我们古廟就比社会经较高 而我们奥乙公志士的 把提高管道 把相平边的较低 我们的廟的较高 我们这些都全部是这样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来到这里也都死了 福建宫供奉林府千岁王爷 两百多年历史 两年前收到王爷指示 发起扩建计划 由地方上的信众出资六百五十万元 进行整建 像是眼前全新的大理石墙面 原本都是斑驳的泥土墙 还有神像背后的图腾 也变成精美的雕刻 至于外观方面 则是增建到二楼 让庙宇本体 不再地于两侧的厢房 正确我们有伴套 伴套后 我们已经完成历史 和处定的都好 一定要找一个 寻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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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宇本体都很严谨 用社图这个工作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规定 非常传统 非常有用心 所以这是求一个圆满 那也是对我们神尊这个地方 一个很大的尊敬 庙宇本体 庙宇本体表示 改建过程 力求每笔经费花在刀口上 因此六百五十万元 能做出这般水准 大家都是十分满意 希望借由这天仪式 向生命祈求 未来持续保佑地方 风调雨顺 记者洪嘉宏 大家好 谢谢大家